中共十八大新闻中心 一号正式开放 新华社在中心展示 中共历届党代会代表 其中一张十二大的旧照 出现前领导人胡耀邦与赵紫阳 这是赵紫阳相片 罕见的公开展出 山东市民维权人士 陈光诚的大哥陈光福 控告地方政府官员和公安 为了执行监视任务 在今年四月 陈光诚成功逃脱后的 半夜里翻墙进入他家 并破坏住处 山东疑南人民法院 周五驳回陈光福 对地方政府官员和公安的法律诉讼 国际特赦组织今天指出 在中共召开十八大前夕 北京当局加大力度打击和监控异议人士 九月以来 中国大陆各地 至少已经有130名维权和民主人士 遭到拘禁或被限制自由 过去十多年 海归派一度成为大陆经济延续的命脉 多数年轻人在海外学友专精后 积极回到大陆 想要找寻自己的第一桶金 不过纽约时报报导 随着大陆社会隐忧逐渐浮现 社会环境压力过大 缺乏自由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一代 积极想办法外移 新常亚太电视终于报导